大家好,又是我鄉口CAL 今天要玩的是GTA ONLINE 今天又是星期四 WATSTAR又解釋一架新載具給大家購買 買新車之前我們又來看看 今個星期GTA ONLINE的最新資訊 今個星期落勝都車序裡的獎品載具是歐羅斯 獲得的條件就是 連續四天在追輯系列賽中名列前兩名 而私家載具分別有經典王者RS 密探S 以及物語 這架物語還未推出 今個星期賭場裡的台上載具是GB200 屬於男性安地列斯超級賽的DLC 特價車方面Legendary 泰澤拉克在做六節 男性安地列斯超級汽車網的 公路霸者GTT在做七節 班尼原創汽車工作坊的史必頓在做七節 軍火大亨的維拉斯在做六節 以及半里戰車都在做六節 房地產方面 今個星期地保還在做半價 還未買地保又或者想轉地保位置的朋友 記得把今次的機會 猜池方面 其中七個特技競速還在做雙倍 萊斯特的聯絡人任務 在做雙倍 另外客戶改裝載具在做雙倍 今個星期解鎖的新載具 是經典王者RS兩人車 原價一百七十八萬九千 批發價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 那我的經典王者RS就送到來了 用第一人清看看它 再看看它的內籠 好 那現在拿它去改裝 護具改爆它 殺車也改爆它 沒有欠缸 前沒有欠缸 原廠的 巡遊保險桿 四眼黃色燈在前面 街車型保險桿 GT保險桿 GT Mark II保險桿 脫尾型保險桿 那我選擇GT Mark II保險桿 後保險桿 擴充的純型保險桿 擴充的純型版 我選擇GT保險桿 引擎 引擎機體 這個就是拋光器門罩 然後是炭籤的 我選擇拋光 正式皮帶罩 前面的東西 炭籤的 黑色外露齒輪 藍色 紅色 紫色 我選擇 紅色外露齒輪 引擎塞拉桿 上面的桿 上面的桿 相信也是那些選擇 也是三角形的 然後是貼滿貼紙的 我選擇極致軍功引擎塞拉桿 引擎跳膠 就改爆它 排氣管 原廠是這樣的 然後是落合金 賽道用 效能型 大桶式排氣管 這個就是落合金效能型 我選擇這個 大燈罩 紅色 藍色 綠色 黃色 紅彩 選擇紅彩 大燈 它本身原廠是這樣的 然後現在 塑膠大燈罕 就沒有反光得那麼厲害 分別不是很明顯 然後這個就有些煮色調 微微的煮色調 這個褲色調 我現在煮褲色調一樣 所以看不到分別 然後炭纖 它裡面有炭纖 所以我選擇這個 炭纖 好 引擎蓋 引擎蓋 固定器 又是那些選擇 那我不加固定器了 引擎蓋 我現在煮褲色調是一樣的 然後炭纖 然後貼滿貼紙 好噁心 通風式引擎蓋 又是炭纖的 又是貼滿貼紙的 效能型引擎蓋 炭纖 GT引擎蓋 這個就配褲色調的通風口 但是 又是因為我現在煮褲色調一樣 所以看不到分別 然後炭纖 它通風口應該是指上面那塊 然後又是貼滿貼紙的 然後賽車級引擎蓋 然後這個又是配褲色調的 我去上面本身是黑色的 然後這個就是配褲色調的 所以我配黑色的 賽車級引擎蓋 喇叭 內裝儀錶板 這個又是多了棍波 搬射取的 就是後面射除了 看到後面射除了 然後這個又說射除得更多 第一人稱它不讓我看後面 這個就是前面換了一些質地 然後這個又變了炭纖質地 我選這個 街頭風內裝 移錶 這個分離式轉速錶 然後這個就是整合轉速錶 這個就是競速式移錶 就變成電子的 這個MART2競速式移錶 也是電子的 這個MART2競速式移錶 這個MART3競速移錶 也是電子 我選這個MART3儀錶及儀錶板 測量儀 門 原廠是這樣的 這個變成炭纖質地 這些就是 類似班尼的 我選擇這個炭纖門板 防滾架 後面的 這個就是 衝撞保護防滾架 前面也有 這個就加上尖 然後全面防滾架 然後再加上尖 這個 陷陷尖全面防滾架 車燈 再加上底燈 製造個 小馬粉的底燈 圖裝 這個經典條文 白色的 卡琳條文 我就在旁邊 還有購物清單 這些賣廣告 咦! 有無能抗路人 真棒 無能抗路人 這個通車 這些是賣廣告 紅木漁業 暴落復古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卡琳賽車 當然要選無能抗路人 這個通車是必要的 那要改一下前面的引擎蓋 他剛剛遮蓋了無能抗路人的樣子 要改一下 改一個 然後就是 車牌 改回自己的名字 噴漆給他什麼顏色呢 好 那我給他一個保鑽藍 襯回無能抗路人 顏色 然後加入珠光 極致藍的珠光 複色調 複色調應該是防昏架 以及車鏡的位置 還有車頭那裏 那我又襯回他的圖裝 讓賽車王他複色調 好 好像不加了 不加幫他揮飛機 車頂 複色調車頂 然後碳籤的 貼滿貼紙 那我給他一個碳籤的車頂 車頂配件 這裏多了一塊很小的擾流板 然後這個鯊魚旗擾流板 車頂通氣桶 這個車頂通氣桶 這個就是整對車頂通氣桶 然後複色調的 整個車頂箱 那我加這個 整對車頂通氣桶 側裙 這個街車型側裙 就是配複色調的 GD側裙 然後改裝型側裙 這個改裝型側裙 遮陽介熱紙 但是它本身有貼紙 但是它本身有貼紙 不是它的圖裝應該是遮了整個的 但是它本身有貼紙 主複色調是一樣的 那就隨便 它變了圖裝遮了整個遮陽介紙 複色調 鴨尾型尾翼 然後街車型尾翼 GT尾翼 效能型尾翼 Column極致尾翼 然後Mk2 Mk2就配了複色調上去 Mk3就是配了碳纖 選擇這個 Column極致尾翼 Mk3 原吊系統 加上去之後 車輪是斜了 原吊系統 變速箱 改爆它 車箱 複色調車箱 然後碳纖 之後貼滿貼紙 車箱不搞它 魔輪加上去 車輪 我又用回原廠 之前有人問過 為什麼一次都用原廠 說話好似 其實我個人氣好 純粹 希望維持原廠 先加上防彈輪 然後燒輪煙霧 給它一個藍色 車窗 全場型禮車 車窗擾樓板 在哪個位置呢 這個車頂的位置 主色調 複色調 複色調 鴨尾型 車頂尾型 又是主色調 複色調 然後效能型 車頂尾型 嘩這個有點噁心 哈哈哈哈 那我選這個 主色調 鴨尾型 車頂尾型 要改就是這麼多了 可以拿去試一下車 都開了它的載具門 先看看 無能狂路人的圖裝 最喜歡這些痛車 你會見到車椅 都有黃色邊 都是複色調 車頂尾型 車頂尾型 現在先試車 它起步的加速度很快 但感覺到這輛車的抓地力 不是太強 最高速度也不算快 雖然我剛才說 起步的加速快 而且剛才感覺到它轉彎 是有點難轉彎的 雖然它的反應是很快 就是我扭軚的反應是很快 它轉向也不錯 但是它轉彎那一刻 就有點容易失控 這輛車就差一點 但是它起步的加速度 是真的快 它已經 這麼快已經上回到最高速 這輛車有點難駕 是有點容易失控 聽到它無能狂路人的圖裝 可以加了不少分 我最喜歡GTA裡面的痛車 今天就來到這裡 先看看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為大家提供 為大家提供 提供 我最喜歡 GTA裡面的痛車 今天就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也是為大家提供 GTA Online每個星期 最新的資訊 以及新載具開箱片 之後下來 GTA Online 有什麼新的更新 我都會盡我所能 盡快把最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大家記得追蹤我的IG 我是香口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